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看鱼的时候就要看它上棋 它上棋一定要开完 它尾巴也要开完 它下面也要连住性 然后它的头型一定要是子弹头 如果要比赛的话 如果我们是玩纯色鱼 它的身体不可以有任何瑕疵 就是如果我们玩纯白 纯黄 纯红 它的红色不可以挑色 它所有原色不可以挑色 然后它身上不可以有任何一点黑点啊 那种虾吃等等 所以它们的比赛鱼叻 如果我们防止一斗 如果我们是用有名的公鱼牡业 防止一斗出来 如果有一两百只 可能未必会有一只可以拿去比赛 也可能最多只会有两只到三只 所以 应该就是这样 1 2 1 2 2 2